为了了解鸡蛋生产的状况 桃园市政府农业局人员 前往扬美有机蛋机场 了解鸡农目前的现况 农民黄彦哲说 这个蛋机场是北部唯一的 有机蛋场管理严格 目前营运正常 才能不受这一波影响 也会持续做好防疫工作 把品质顾好 目前我们现在桃园市的生产的 蛋机的状况应该都蛮正常的 然后我们厂内的机制 现在都很健康 产丹率也都是在非常标准 90%以上 那因为我们是有机的饲养方式 所以产丹率本来就会相较于 一般的像龙四的来的低一点点 但是在90% 90%左右已经是我们的高峰了 农业局表示 目前桃园市有23处饲养蛋机场 机制总数量大约29万只 年产大约6000万颗的鸡蛋 平均每天可以产 大约16万颗 桃园市蛋机场多属于 制产制销模式 受零售市场价格波动影响较少 各农会通路也都有贩售鸡蛋 所以请大家不要抢蛋吞蛋 从去年年底开始 我们的供货量一直都是正常 都是稳定的在供货啦 那也没有说特别多或是特别少 对所以其实一直以来桃园的这边 养鸡的状况都很不错 农业局表示会持续辅导 勤出饰养场防范勤流感相关防疫措施 对市售的促勤产品进行击查 请农民加强做好 制厂的环境消毒 维护桃园好蛋的品质 记者东云飞杨梅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